年底选战在即其中首都台北市成为蓝绿兵家比真之地 双方却迟迟未推出自家提名人选 国民党现在又传出江珍昭泌尿科权威医师 同时也是过去好市府时代副市长邱文祥征战台北市 其实邱文祥他本身跟我们市议会的议员 不管蓝绿基本上他都相处得还不错 跟我们在一起呢也就是大家像朋友一样了 他的执行力跟他的协调力其实这两个是高于科市长的优势 他的出现其实不容小觑 我觉得对科市长可能会是一个相对性的威胁 消息一出基层部分蓝绿都对邱文祥保持好感 但摊开幕前蓝绿现状丁手中与姚文志都有意参选 民进党对于是否在与科文哲合作还是未知数 国民党则是提名人选流言满天飞 基层也担心党中央再不推出人选 恐怕没办法发挥母鸡带小鸡的效果 在地方很多的民众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们民党在跟科文哲合作 我们就不同你们了 那我也希望说真的想要选举的人 来尽量来跟我们党中央来沟通看看 也寻求党的一些支持 到底是母鸡带小鸡呢 还是小鸡拱母鸡 小鸡很厉害那就小鸡拱母鸡 如果母鸡很强那就母鸡带小鸡 这个谁带谁只要团结 我相信呢就会打出一个比较好的选战 首都市长这一仗 国民党想要扳倒科文哲 绿帝翻转成蓝天 民进党则还在犹豫 到底是要推派自家人选 还是继续礼让科文哲 一个首都市长宝座 考验着两党间的政治算计 欢迎新闻 鸿锡与丁上辰台北报道